广西一工地卖饭的摊饭遭到城管驱赶 工地工人怒斥城管 广大网友纷纷支持工人大叔 工人不容易啊 想吃口饭这么难 这是人家工地内部 属于在自己单位吃饭 如果你们觉得工地吃得不健康 请你们开放机关食堂给他们 农民工多不易 有口饭吃已经不容易了 请不要为难他们 很多饭店都没工地上的盒饭干净 还有网友表示 工地检疫房住人不安全 怎么不要求他们住有资质的大酒店 众所周知 工地和饭十几元管饱 好吃又便宜 甚至许多附近的大学生都组团 跑到工地来抢饭吃 有网友表示 工地和饭重油重盐不健康 卫生无法保证 可能食材也不新鲜 建议学生还是在学校食堂就餐 此言一出 马上就有网友出来反驳 我爸吃的为什么我吃不得 工地没有食物中毒的 学校食堂中毒还真不少 说实话 学校食堂那些食材不一定比工地和饭好 学校食堂应该反省一下 还有好心的网友给大家提醒 你们快别犯了 城管看到了就没得吃了 果不其然 出现了视频开头的一幕 城管都跑到工地里去执法了 哈哈哈哈